Hello,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六诗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题 The graph below shows the number of books read by five rows 四个女孩子读书的量 Joyce, Grace, Esther, Sarah and Audrey 那么他们读书的量呢在下边已经标出来了 这是一道统计题 我们先要把每一个bar它所代表的读书的量 我们要把它数据化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36 这里呢, Grace,她的, Grace,她的是42 然后这里是48,50和58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她说Who read a fewer books than Sarah? Sarah, Sarah读的是50 所以说比她要少8的 我们用50-8等于42 42正好是Grace Grace,那我们就选第二个了 这一道统计的题非常有趣 谢谢大家